第一个就是问卷结果 大家了解一下大家 然后云端这个资源 特别主要云端的所有资源都在这一个连结 这连结我把它缩短 这个连结OK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连结记一下 那输入到这个网址上面 就可以看到教学论坛 就我们刚刚看 另外上个礼拜有下载范例档 范例档都在这里 另外当然有讲义云端白板画面 那讲义是之前做的 可能有时效性 就是可能比较早一点的资料 但也还OK 这个参考 那另外比较新的 我建议是用云端白板 那云端白板会把它做分类 123456 然后呢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我们上个礼拜的单元 文字与字要函数 那主要就是怎么样 顾名思义嘛 就是利用那个Excel里面的 这一类的函数 做一个范例 然后去了解 文字与字要函数的使用的一个 方法 然后点击进来的话 这边都会有那个 只要是蓝色的这个图示 就表示是答案 那这个绿色的是对应的范例档 你除了可以从范例档里面去抓之外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把它打开 只是说这个是Google的试算表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变成Excel的话 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下载成Excel 它也可以从云端上下载 这个跟范例档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把它放两个地方 所以答案的部分在这边都有 所以假设上礼拜呢 你需要相关的答案 REPT, LEN, LAMID, LAPTS等等的相关的函数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用的REPT加LEN的公式在这边 然后用TESC的公式在这边 那当然未来呢 如果我们还有用到一个TESC 举那个几年次 抓那个年次里面的资料 OK 然后还有就是加了一个value的一个这个函数的说明 这个value很重要 主要是你如果把文字资料变成数字资料 你要记得有value 这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函数 那将来呢 你在做资料查询就会不一样 因为文字跟数字如果两边形态不一样的话 那他结果是找不到的 这虽然在以色列里面看起来都一样 有没有70 可是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那从哪边可以大概知道说他是文字还是数字 有时候在格式里面 上个礼拜讲过 如果是文字他会靠左对齐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资料奇怪 怎么全部都靠左对齐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会不会有可能你那个资料 其实并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文字 那怎么办 你就再利用外面包一个value 他就会帮你再把它转换成数字 这样就比较没有问题 OK 其他的部分我想细节的部分 请各位再练习 那另外我有补充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OK 比如说我需要统计 我的会员里面 几年次的有多少个 哪一个最多占比多少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用枢纽分析表 但是这里特别主要一定要value 你如果没有value 你是不能用群组 所以上个礼拜如果你忘了用value这个函数的话 你要把它群组起来就不行 为什么 因为群组一定要是数字 群组不能用文字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上礼拜还有同学忘了 加一个value 奇怪怎么不能群组 所以未来如果你工作里面发现 我要群组 为什么没办法群组 你要看一下你的资料是文字类型 如果文字类型 不行 OK 其他的话还有怎么样把这个做 我想上礼拜都讲了 所以细节部分 假设你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话 那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上个礼拜的这边的 枢纽分析表 第五段影片 回去再把细节都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接着接来看 细节我想这边都有截图 也就是我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画面都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那如果你要看动态的话 你就回去再看youtube的影片 那我会把它放在教学论坛里面 你点击进来 所以每一次上课啦 今天第二次上课 这可能在上完课之后 我会再多一个第二次 第三次 一之类推 每一次都会有 然后另外的话 你们如果申请的话 这边会出现几个同学带损核 那损核的话 基本上你要给我一些 像这同学有名字 那我就把它核准 但这同学的话 因为没有名字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班上的 而且我好像没有这个email 会不会是其他不知名 不知道很外部的人 还是怎么样 如果有的话 你再告诉我一下 OK 那如果你加进来 你理论上只要连结 这一个超连结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OK 你如果加进来 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清单 然后你的email信箱也会收到 每次上课的这一封信件 OK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再跟我讲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OK的 好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来看 那个 就录制聚集之后 假设上个礼拜是用录制聚集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的程式码在这边 我讲过 最好你在录完之后 可能再看一下你到底录了什么东西 并且最好在每一个动作上面 加上所谓的注解 那什么叫注解 就是程式的前面 如果加上一个单引号的话 那表示后面这个叙述程式不会执行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OK 也就是将来如果你怕你写了一堆VBA的程式的话 你会看不懂 那很简单 你就在前面加个单引号 后面就是你下一行到底是做什么动作 那我们把它录下来 所以刚开始如果你不会写VBA没关系 至少你要会录制聚集 但是录制聚集你千万不能随便乱录制 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录制 所以录一堆 然后可以run 但下一次不能run 有没有 那其实有很多细节 我觉得很多录制聚集那个小地方 比如说你第一个动作 千万不要放在14或者12 OK 为什么你已经放了你就没有那一行 那如果没有那一行怎么办 要不就重来NG 重录 要不就很简单 你就自己补一行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自己写上去 是被允许的 所以以后呢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有些程式不会写 但是有些会写 那怎么办 你可以一部分用录制的 一部分用修改的 这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当然未来如果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甚至都可以自己写 没有问题 所以录制聚集 有时候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至少这个Excel里面它比较友善 就是你当你还不会写程式的时候 没关系你可以用录制的 至少在完全没有的前提下 你还是可以转出一些东西来 其他还有像清除 至于说录制聚集跟VBA有什么差别 其实显而易见最直接的就是 你用录制聚集程式一定会非常冗长 为什么它只要滑鼠键盘 跑过的位置 它都写一行程式一行程式 但是呢写VBA的好处就是 你程式可以很简短 而且呢是完全是自己写 可以按照自己的那个需求 你可以把程式撰写出来 可是相对的难度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后面就陆陆续续 当然录制聚集大概讲的差不多 后面的话就会教各位怎么样自己写VBA程式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再来 就是要来录制 录制聚集之后再来写程式 那怎么样加按钮上去 上一边有讲 OK 所以其实可以把插入按钮 然后拉一个 另外这一个我是用复制上面 再来修改会比较 除了比较快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按钮会一样大 OK上个礼拜都有讲到 所以如果细节部分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可以再把影片重看过 所以这边也可以做图示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 如果我今天不用录制了 那我如果要用VBA自己写的话 那我该怎么开始撰写VBA的程式 OK那我们循序渐进了 反正以后呢 你就按照同样的规则 那我会教各位 如何撰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去执行那个程式 OK 所以我先demo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上礼拜这个是REP加LEN 那我们把它改成TES 所以这边有一个用TES 来做 那TES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有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有两个按钮 按下他清除掉按下他自动又帮我完成 那基本上就我刚刚讲的 游标放这个 这个是12储存格 所以range12.slater 然后可能点两下向下填满 这样完成 那可是问题呢 如果将来你希望呢 这个程式不是他帮你录制的 开发人员里面 他不是我们不是用录制聚集 而是怎么样呢 要自己开始写程式了 OK 不过你会发现 录制局相对简单 这个时候的话 又要更上一层楼 也就是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VideoBasque OK 但是其实各位也不用太紧张了 反正有固定的SOP 我建议你就是把那个SOP 弄熟了 大概就几个重点步骤 你不要做错 那程式就写出来了 最怕就是说你可能 这个步骤做错了 少一个东西 少一个什么东西 那当然自动就 这个就跑不出来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我们后面要讲的 如何利用这个VideoBasque 所以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那它会弹出一个 这个所谓的VBA的编辑器 那这个编辑器里面 大概大致上会有几个 这个工作区 第一个工作区 所以你打开之后的话 记得大概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 专案 那这个 这个区块就是所谓的属性 那这个区块呢 就是所谓的我们城市编辑的地方 就编辑区 大概会有这三个区块 那这三个区块 特别注意 我把这个 你大概可以把它关掉 不过我建议 就是如果这边的编辑区可以关掉 那如果你关掉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说你找不到 因为基本上将来所有录制的聚集 或者你撰写的程式 一律都放在哪里呢 放在VBA里面的模组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目前我是可能录两个 所以我把module1点开来 你会发现这边已经有一个 那module2的话 这是我写好的 ok 所以待会的话 我这个已经写好 不过待会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是自己写的 那这个是 module1是录制的 那module1跟module2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个是上礼拜录的 那我这边已经有做一个 又把这个综合练习 好像叫 你可以把它改名叫聚集 然后我再把它复制一个 那复制一个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要来练习说 如何用visual basic 撰写我们要的程式 那总共的话有123 这三个按钮 所以对应会有三个sub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看到那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一个sub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差 一按下这个门号 底线公式 它一样出现 结果会跟刚刚录制剧一模一样 只是说这个是自己写的 那清除的话也是自己写的 门号出来也是自己写的 不过你会想说 这个这两个门号公式跟门号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把游标放在这里 你大概就可以看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叫资料编辑列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按门号公式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里面虽然我们最后显示的是结果 可是在资料编辑列里面 是丢什么 丢公式在这里 ok 所以我把名称叫门号底线公式 那底下 清楚当然不用讲 跟刚刚一样 那如果这个的话 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 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是最后计算的结果 直接放在里面就好了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把一串公式丢进来 让它执行 ok 有点像什么 那个VPA的角色有点像 我只是丢公式 执行还是在Excel 那这个的话是什么 我已经把最后结果都处理完毕 丢过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门号 ok 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在这里 那至于要怎么操作 待会会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这个是自己写的 程式并不多 这个大概三行程式 清除也是三行 这也是三行 ok 那另外的话 刚刚提过按钮是Sub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制定函数 所谓的制定函数是插入函数 如果我今天 希望怎么样 希望 当然我们之前都是利用什么 文字与资料函数 可是你想说 在里面有没有一个函数 刚好就是针对我们这个 我要串接手机号码的这一个需求 量身定做出来 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使用者定义 不过跟各位讲 你们的电脑里面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还没写VB 我已经先写好了 所以我先demo给各位看 如果你写好的话 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那使用者定义里面这个类别 会有一个叫手机的函数 那这个手机函数有点像量身定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什么 跳出三个 三个 不是有时候 理论上它会跳出那个 就是三个东西让我去 去去那个去选取 那我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了给它 理论上应该是会跳出来 OK 好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平常run ok 那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跳出来 就有点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函数一样 它会问你三个问题 一二三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二三 那也就是说你一个萝卜一个坑了给它 你就给它三个资料 它就给你什么呢 一个有没有 两个 三个 那它会给你什么呢 它给你最后串接的结果 帮你丢到这边来 所以按确定 它就自动完成了 也就是你之前 你不会REP低加以来 或者是你不会test 都没关系 你只要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给它 资料 然后最后 不过方选 跟SURB不一样 SURB会自动帮你全部完成 可是方选只会完成一个 剩下怎么办 你要自己点两下 它才会自动去完成 所以方选 跟SURB最大的不同 有没有 你会发现 SURB有点像全部自动完成 然后方选的话 可能还要需要做一些互动式的 至于怎么做 还有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在哪里 我想我们后面会藉由一些实际上的操作 我会跟各位做说明 跟各位讲 这个 跟这个 这两个 其实都是VBA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变按钮 你也可以变自定函数 那 请各位先把 上个礼拜这个范例 先打开来 然后呢 我们待会 再接着来看 VBA的 等于是 在 这个 进一步的说明 OK 那我待会会先 帮各位介绍一下 VBA的 环境 因为这个环境对大部分同学来说应该是陌生的 那将来你把它打开之后 该如何开始撰写这个VBA的诚实